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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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抽丝剥茧来看 泛兰群众里有45%支持国会解散 泛绿受访者中67%力挺 没有政党色彩的 支持者则有40%反对的38% 我相信泛兰对于他们内部的这个马王之间的政治斗争也是极其失望 除了倒阁解散国会 我相信罢免弹劾其实都是我们现在要去思考的选项 如果再重新选举 我们国家又要再花了10亿以上的经费 做全国的一个普选 以目前的结构来看的话 其实是不容易的 绿营的早隔罢免含着震天响 但至于联署门槛还有努力空间 看在共产党眼里 解散国会恐怕只是政治语言 但民调数字透露的玄机 无论泛兰 泛绿都有半数民意支持 国会风暴下一步 恐怕不再是密室协商 说了算 这次王淑敏 邱尚文 采贝报报道 没有错 其实大家对于国会会这么样的讨厌 密室协商是占重要的问题之一 密室协商在台湾这样一施行大概十来年了 这十来年的状况是什么呢 看到是意识不断的被杯葛 那么意识效率非常之糟糕 每次都在会计 最后一天呢 我们的立委诸公们才开始在那边挑灯夜战 想进办法法案到清仓 在清仓过程当中立法的粗糙 还有呢 这个这样开架 偶尔不行的话 要加开临时会的话 多花的钱要通通是要我们负责 这又对吗 好 如果这是不对的话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是不是应该让这个整个国会就此来做解散的动作呢 好 最新的现场画面 带您看到 哇 这是柯建民 来到台北地检署 按林控告黄世民跟马英九总统 现场状况我们请记得吴一轩 先带您来做掌握 好 这个按林控告最新状况呢 柯建民其实早上就告诉了很多的媒体记者说了 今天他亲自来按林控告 因为关于呢 整体所谓的官说已运到现在 虽然他是不承认的 可是后来发展出的监听 发展出的泄密的问题 他觉得 哇 要来用这个司法途径 才能解决他认为的马英九总统的特务治国 所以现在带了一票的律师团 也快来到北检 正式按林控告了 好 那最新的现场看到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了解到是 黄世民又被告了一条了 然后那几个二十几个案子都在他身上 那么现在马英九总统也被告下去了 那接下来司法的一个这条路 会更加的一个崎岖难走 还是更加的让这个国阵的一个执行商 会更加的乱呢 我们来看看 柯建民在第一时间 现在要说些什么 好 今天柯建民说他带了十大罪传 要来告这个黄世民跟马英九总统 好 来看看他到底要说些什么 今天是我申平第一次告人 这次历史上的一告 为什么我今天要告呢 我要用司法的途径来终结特务治国 来恢复台湾的宪政之气 来重建这个国家 我要用司法途径让大家知道 马江集团以及特务组 如何用监津 然后用司法手段来追杀民进党 是台湾关键的一刻 因为只有我出来告的时候 我是当事人 才可以用行事诉讼法 219条之一 我有资格要求 地点署以及法院保全证据 他们到这里监津我多久 至少是 叫到几岛的时候的 至少是一百年特塌 也就是说7年3月19号 监津我到现在 不是所谓一个月 也没有所谓的空白带 所以我要申请保全证据 这个第一点 录音带 因为水平事件的时候 就是因为 1972年 美国最高法院 判决白宫必须交出录音带 那录音带公布的时候 林医克人生就下台了 除了录音带以外 除了录音带在车身组 但是呢 车身组和台北地方 晚安 周山村保刊 那边都有 都有监察 监察书 通信监察书 通信监察书里面显现了 监津哪些电话 假如这个监察书里面 在七年就有了 0972的话 那他监听国会是 长期的 也不是 也不是短暂的 假如这个录音带 即便是空白的 你华世民说一空白了 结合电话 结合电话没有办法录 都是仿言 即便你现在的面证 把它销毁 总应该交出尸体的吧 这七百片录音带 任何一片 我们都有办法 找科技专家 来鉴定 经过辨证的 同时可以还原的 所以在我今天 为什么要谨慎而告 事实上这是历史上 关键的时刻 从后还原的公安证审的时候 因为我是告诉人 所以检察官开庭的时候 好我们来看到 这是柯建民呢 带着律师团然 带着很多民进党立委们 一会来台北检署 今天现在是案灵控告的 包括马英九总统 以及检察总长黄世民 要针对呢 到底监听他是多久的一个时间 希望在由他认为他是当事人 最是有资格来做控告的这个角色 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能够还原整个真相 重点是能够终结所谓的特务之国 让毁线的问题能够解决 好这是柯建民在这场的最新的记者会的现场 来告诉大家他提告的一个动作 这一提告的话 那我们说那接下来司法战是更加的一个 是混乱还是精彩 那么柯建民说他最具有这样的资格 他真的是最具有这样资格的人吗 我们看到 首先这个针对现在的最新消息的议题 我要请教的是任俊 我现在柯建民早上就已经说到了 他要来提告了 然后当当来还特别强调 他历史上第一次来告人 一告的就是总统就是检察总长 他真的是受害者 关书安从来不说清楚 假明白现在他最倒霉 当然我觉得柯建民 当然有权利去做任何提告的事情 因为毕竟提告是人民的权利 不过我觉得这个案子 其实对很多的民众 甚至对我相信对全体国人来说 最根本的问题到目前为止 确实是没有被解决的 也就是说您刚刚提到的 是不是有涉及关说的这一块 当然我会认为说 在这整件事情 我们大家会觉得说 我们用那么严格的标准去检视 马英九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作为 是不是对王近平有这种追杀 甚至用斗争 甚至我们去严格检视 黄世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认为柯建民当然不能回避的 也是他自己到底 有没有为这个案子 为他自己所谓的 18万的这个小案子去做关说 我相信即便在司法的 法律途径之外 或者是在所谓法律的 最后的裁定结果之外 最基本的根本价值是 我们认为他那样的行为 透过特征署所公布的这个议文 我比较强调的是 特征署现在所公布的议文 并不是来自于监听国会 而是来自于监听柯建民的 这个通联记录里面 所以如果从那个证据来看 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证据来看 里面的用字潜质 我要强调的是说 在公布的议文里面 有那么多的四个关键字 那个关键字通通都出现在 那一通的议文里面 包含有林秀涛 包含有阿虹 包含有谁 那么明确的这样的状况之下 难道你不应该要 为这个事情说明吗 你可以针对你 你现在任何的法律动作 我认为你都有权利提出来 但是对你曾经做过的事情 或者是造成社会上 这么大的纷扰 造成这么大的疑虑的部分 难道你都要装作视而不见吗 好 这是我们对柯建民提出的 质疑就在这里 那你原本的事情 发生的原因 到底有没有在关锁这个部分 现在是完全的只字不提 然后现在打着这个 什么特务之国等等的 好大的一个旗号 在这里呢 要恢复整个中华民国的 宪政亲民 结果是你柯建民可以完成的 这个瓜人别人胡子 之前你自己胡子 瓜干净的没有 我不知道香楼 你现在看到这个动作 我们知道这叫政治动作 政治动作 然后现在对民进党来讲 这个是形势大好 对民进党 对这个柯建民来讲 哇你们监听我这么久 我们常说 最近大家在讨论监听 会觉得国会被监听 好像很不道德 国会到底有没有 全面被监听是一个问题 有被厘清吗 好 再来是国会里头 如果有人在这里违法作乱 为什么不能监听 这也是个要讨论的话题 但是一概用全面 给他监听国会 来听起来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字眼 但是在这里 大家不要再搞这种白色恐怖 不要说全面监听国会 全面监听任何人 都是很恐怖的事 当然 国会当然有他的敏感性 因为在一个权力制衡上面 他和行政权之间的对位关系 但是今天监听国会 到底是基于犯罪的理由 还是政治征防的理由 这个是需要先弄清楚的 不要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好像监听国会议员 监听国会就不对 好那这当然 有所有的这个问号 特征组或者调查局 需要做进一步的说明 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的技术性的问题 以及事实的部分 我们都还不了解 到底那个录音带 就监听到的内容 是真的听不到 还是说 其实呢 有听到什么东西 但是呢 被洗掉了 我们都不晓得 这些都还需要一些 一些专业的鉴定 可是纯粹从 柯建民今天的动作来看 柯建民说他第一次 我觉得柯建民先生 浪费了他的第一次 你的第一次 用在这个事情上面 真的不好 因为你应该要回避的 同样的问题 你又是当时 你继续的没有做回避 这件事情 你真的是应该要回避的 那因为这件事情 因你而起 即使特征组说 已经签结了 那林秀涛 也已经不 也已经不起诉了 看起来 已经不是在司法层面运作 但是今天其实 整个的话题 已经进到了政治市场里面 台湾的整个的政治系统 开始要接受放大镜的检验 这个放大镜的检验 不是只有侦察系统 不是只有行政系统 也包括了国会 那因此 大家都在受检的情况之下 这件事因你而起 而实际上面 如果没有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没有被曝光 你注定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今天 你却出来在里面的嘎一角 同时每一次 只要有黄世民到立法院 你都会看到 看到柯建民身先士卒 而且所有的对话关系 在新闻上面 搏进了版面 占尽了所有的话语权 这是不对的 就是固然 它不是法律的规定 我也不相信 任何国会里面的自律 纪律 可以去要求 像柯建民这种表达 可是我觉得 当我们在做政治谈论的时候 对于一个重大的关系人 跟他自己利益切身有关 同时因他而起的 整体的政治风暴 他站在第一线上面来讲 持续的冲锋陷阵 喊打喊杀 这一点我们要容忍吗 好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国会议员的品质 就在这里 水准就是这样子 刚才在记者会当中 柯建民有讲到了 根据是 刑事诉讼法的219条里头 所以请教马律师 他说这样才能保全证据 因为对他来讲 他认为 我监听他了700多天了 监听我是做什么的 对他来讲 当然强烈怀疑 是在对他做政治征访 好 根据这样的法条 接下来保全证据之后 身相就能够大白 我不知道就法界来看 而这动作当对他来讲 他能做 他有权要去提告 其实如果违法监听 基本上受害的 受害的被害人 有可能是被监听的人 其实以现在目前民众告发 我所谓告发是 我不是被监听的人 我就觉得这个违法监听 很多人去告发黄世民了 所以北检基本上 就有告发的案件出来 他就应该要去保全证据了 所以柯建民这一套的说辞 他当然是因为说我被监听 我想去申请保险 怕他们销毁 我觉得基本上美其民 应该是说他希望能够参加 整个程序 借由这个程序呢 达到他的不少是媒体发言权呢 还是将来在 借由这个媒体 侦查的过程当中 出来再去爆料 我相信这个是不是 会把侦查不公开 这个另外有这样的一个 有不同的声音 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要炒新闻 为了要让你拿 能够拿到一个什么 这个许可证 进去里面去旁听 去表达你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部分 完完全全 这个动作只是为了要 让他取得一个在场权 将来做他的政治用途 或者是他自己的私心 的用途 我想大概也是这个样子而已 好 当律师这一说 大家可能就听明白了 我们刚刚为什么这样 一路的带大家来 请我们的来宾 为我们大家入桌解析 这里头讲的都很好听 因为政治人物反正嘛 打的旗帜 讲的都是好听的 一个标语式的话语 然后在这告诉大家 他多么的可怜 他是被迫害的 但在整个官说的过程当中 他破坏台湾的司法体制的时候 他可曾在这里做过任何的检讨 那么接下来 其实律师你点名很清楚了 那么反正已经告了 二十几条在黄世民身上 证据本来就应该保全 那么接下来 今天呢 柯建民再去告 其实也没有什么多特别的 但是未来 因为他提告 所以他可以进去参与 整个庭讯 那么所以未来庭讯 大家就可以观察了 哇 到底多少的话 会从他嘴巴在这里释放出来 所以我们的立法委员们 自己有没有在这里 立法者更加的知法守法 我们在柯建民身上 大家好好来检验 未来我们常讲的 侦查不公开 这一围到底泄不泄密的问题 也成为绿营在关注 而且在这个争执的一个点 但是你们自己做到的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好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 梁女中最新的消息 带大家一并来看到 现在柯建民的法律动作 刚刚湘容认为他 你的第一次是太浪费了 那么重点是 完全都没有继续的来回避这个议题 那么再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 来告诉大家 要来讨论就是 那么现在国会乱象 因为这样的国会议员 是非常非常之多 所以不知道观众朋友 你可不可以接受 这样水准的国会议员 那么根据旺旺中时 最新的民调来告诉大家了 好 这个解散国会 应该是现在当下 整个乱局最好的解决之法吗 看到这样的一个民调的结果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看 不同党派的朋友 首先当然请的是 这个继国栋委员了 刚才看到了 其实在这份旺旺中时 民调当中告诉大家 赞成现在就来解散国会 是四成五 百分之四十五点五 但是好玩 我们带你来看 里头的泛律的支持者 是六成七认为解散啦 泛兰只有百分之四十五来解散 他们这个在支持度的部分 是有些落差的 所以我们还会讲说 那是不是现在的状况 反正国民党更会达到%吗 马总罗的这个 这个支持度有9%而已嘛 所以呢形势大好 是对民进党而言 不知道您身为立法委员 但是您是所谓的 不分区的委员 您赞成解散国会吗 这个乱象是你们造成的 你赞成吗 你认为是这样子吗 冤有头再有主 为什么泛兰的相关的民众 他赞成比例比较低 泛兰比较高 对 当然觉得说 国人造业国人大 因为这个是从司法官说而起 然后柯建民在其中 当然我们王院长在其中 那你像解散国会 让所有其他不相干的委员 一起被解散 恐怕也不符比例原则 也不是一件公平正义的事情 这是从这个公平正义来讲 那另外从十字面来讲 其实这时候解散国会 坦白讲为什么泛兰比较高 他们认为他们胜券在握 第一个马英九总统的抵抗力 最弱的时候 这时候他不是真的要解散国会 他打马就好了 打马就好了 第二点解散国会重庆再选得快 是立委这个别选举 没有跟总统一起选 那投票率肯定会低 就像上次的经验 那个严金彪进去关了之后 他儿子出来选 严金彪赢民进来赢了两万多票 他儿子严寡人出来补选 剩下赢一千多 为什么 整个情势批评之外 最主要是投票率太低了 所以恐怕民党很想复制这样一个经验 他想说那重选 对他们来讲 改选对他们来讲 是非常有利 所以其实国民党 民党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都是以政治力为考量 今天你说柯建民 他今天出来告 那个黄世民 其实大概差不多了 政治意涵大于 所谓的法律意涵 刚刚律师已经讲过了 已经有人告黄世民了 检察官其实相关东西都可以做 他为什么要跳出来 那我们向左兄也讲说 哎呀 这个柯建民第一次浪费在这边 可惜 他是说 他今天 向左兄说 他应该回避 其实 他不回避 他不是第一次啊 他在检察总装长到立法院 这个背学的时候 那时候他就没有回避了 他不是说 你死啊 你死了 我们法院见 所以他已经讲说 你死了 我们法院见了 所以他这时候不告 怎么有办法再法院见了 他要落实 要践行他的诺言嘛 这第一点 那当然他也想说 那另外一个城市 我觉得他也是一种政治的反扑 法律的反扑 今天报赛说 他可能还有其他案子嘛 违证还有其他案子啊 他想 哎 你之前用那个司法观众 没有办法弄倒 那现在还用违证罪 会不会未来还有其他 那我今天用一种 所谓的寒蟬下运 好 你要弄我 我就杠你 所以我觉得 有点反制的状态在里面 换句话说 你看这个民调 反而民众比较冷静 比较理性 觉得这时候解案 解案国会 恐怕他的比例原则不符合 是 翻译 从整个选战的考量 政治的利益的考量 他觉得解散对他有利嘛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民调 显现现在民众的一个想法 当然 陈长文律师 他是从一个比较 理想性的一个想法 说既然这么乱 我们要解散 重新来让民意来做检验 不过 我今天是不文区立委 我不能讲说同不同意啊 是 中央叫我签我就签我说好啊 但是我要考虑到同仁他们重新补选的成本 跟对他们公不公平 我要讲嘛 原有投再有主嘛 这时候重新再改选补选对他们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公平 这其实我们考虑 还有最后一点 是 这个罢免 解散国会 这其实是政治的核弹啊 核弹有些时候是用一种恐怖的平衡 真正打下去之后啊 恐怕两边都会寸嘲不生 我觉得对台湾来讲是一个 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大家应该审慎一点 好 我认为这个要审慎的思考 大家各自希望在这里得到更多的政治力 或在这里政治力会完全被削弱 所以在这里民调可以透露出到底在不同的阵营当中 他怎么看待现在成为好人话题的一个解散国会的状况 但是呢 接下来就赶快请这个副民主党刘文雄 你复作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像这个柯建民这样子的水准的立委 一大堆 来来看到 那在立法院 我们同样的这个份民调当中还有说 意识效率呢 7乘3.6 73.6%是不满意这样的意识效率 这意识效率 所以说这个常常都要开的会到最后一天 才要充长的 你举手我举手 呼吸呼呼就过 那过去法案也是乱这个错误一大堆 而意识效率这么样的差的一个立法院 我们该把它留住吗 我不知道您亲民党怎么看解散国会 这样好 我觉得最近的事情通通是假议题 事实上从罢免总统 弹劾总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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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阁到 这个 到这个解散国会 是 它通通是一个相当耗费成本的事情 这个成本不是钱的问题 是 而整个国家已经 现在的国家已经这样的动断的感觉 如果到那个四大问题再出来的话 我相信中华民国无法承受这样的乱了 所以这议题都是假的 但是 有几个基本的问题是说 国会到底 我自己也当过立委 当过沈议员 对 可是好像每一次的民调出来 这个立委这个职业啊 都是排倒数 倒数三名之内 常常最后一名 都是很烂的 对 那这一点我觉得也有一点不公平 因为事实上 选举的制度就是这样 他选出的 什么样的制度 选出什么样的人 因为过去 你想过去在大选区的时候 是有一些人 可能有一部分的民意 他就可以当选 那现在不是 现在就是说 这个像纪委员他们在 他现在是部分区 可是他曾经当过乡长 以他的情况 他在那个地区啊 他就一定会当选 包括任何人当立委 都没有比他强 因为他 他能够跟地方很结合 可是现在的制度就是 我说一下话 我那一届出来选 22个候选人 我自己当乡长 叫我大度乡 我占那个乡 我一个人拿四成选票 其他22个候选人拿六成 不得了 在地的优势 对对对 就是这个在地优势应该叫做 国贵这个在地化 为什么在地化 就是说 你天天在那个地方的人 他可能会当选 所以我现在看到我们的立委 很多南部立委 一天跑三次高田 早上来回 中午来回 晚上又来回 你想想看 他怎么会有意思的品质 对 所以难怪所谓的这个密室政治 其实也不要怪他 其实很多的法案和预算 都在密室里面完成 是不是都是不对的 没有 如果没有那个制度 那个你可以把它当做好 也当做不好 不过现在整个国家 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似乎又是从国会开始 对 我 我一直不认为把所有责任 都推给黄金平 推给这个 这个 柯建民 请问马总统 你是不是也犯了错误 如果这是个官说 就办啊 可是你自己在记者会 都讲说 这叫官说 移云 移云啊 既然是移云 你为什么要 耗费这么大成本 你都没有思考过吗 你怎么去找一个小朋友 叫罗志强 找个不懂事 叫江一华 你们三个人就在那边 讨论起国家大事 你不能去找国安会 先了解一下 你不能找 中国国民党里面 有点头脑的人 研究一下 这样动作下去 会怎么样 甚至于说 你不必自己动手 说不定黄金平 看到资料以后 他也之所进退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 今天所有的问题 我们千万不能 只是归给哪一个人 其实太多人 都要一起来负责 不过我个人 是完全不赞成 这个什么解散国会 什么倒戈 或是弹河 或是罢免 这个让台湾会陷入到 永远爬不起来的地步 好 这是亲民党的一个看法 对于国会的一个 全面的一个解散 或是现在在 民进党所发起的 不管那个叫倒戈 叫罢免 通通都好 刚刚副民党告诉大家 其实这叫做假议题 对于国家来讲 那个动脏 会是非常更加的严重 那台湾现在 陷入的一个政治僵局 又到底接下来 该如何解决才可以呢 73.6% 不满意现在的意识效率 待会回来 我们来告诉你 75.5%的人 更不满意 现在所有的立法委员 为什么大家 那个不到两年前 选出来的立委 你现在为那么讨厌他呢 是制度使然 还是你真的觉得 选错了人 那现在该怎么来解决 待会我们同样 也要来看到 刚才纪委员也提到了 对柯建民来讲 司法追杀 他要追杀的是黄世民 但现在黄世民在这 是不是也要继续追杀他呢 我们待会再来看